大家使用我们现在所制作的这个学写一个字的程序 那么就会发现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写这个字 那么笔画的粗细呢永远是一致的 也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30个像素的宽 但是如果要让效果更加逼真的话 那么这个笔道应该是有粗有细的 具体什么情况下粗什么情况下细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应该和我们运笔的速度有关 通常来讲我们的笔画绘制的越快 线条就会应该相对的细一些 而如果越慢呢则应该粗一些 我们在这个小节里呢就来介绍一下 如何加入这样的一个设置 使得绘制的笔画速度影响我们线条的粗细 进而来模拟出更加真实更加酷的一个写字的效果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了解到我们需要根据笔画的速度来决定笔画的粗细 那么大家都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 在现在这个程序中 on mouse move 这个函数中 我们知道了上一次开始的这个坐标点 又知道了此次的坐标点 所以呢 其实是很容易来计算出路程的 那么只需要使用我们高中时就学过的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引入了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这个函数呢 叫做calculate distance 那么这个函数传入两个参数 是两个坐标点 我管它叫location1和location2 在这个函数中直接返回 通过这两个坐标点来计算出的这两点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x1-x2的平方 加上y1-y2的平方 这个两个平方和再做一次开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首先就知道了在onmousemoo中所绘制的这一小段线段 它们的路程呢 我给用一个新的变量s来表示 就是调用一下calculate distance 把current location和last location传进去就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个因素 我们在onmousemoo这个函数中是可以获得当前的时间的 但是为了要计算 从last location到现在的current location这一段路程 所使用的时间的话 还需要知道在last location的时候 这个时间呢 是什么时候 那么聪明的同学可能已经想到了 这个过程呢 和我们记录last location的方式是非常像的 我们需要记录一个last time 然后在每一次mousemoo的时候计算当前的这个时间 然后算出相应的时间差 具体对于这个时间的表示呢 我使用的是时间戳的方法 所以首先我在最初创建一个新的变量 我管它叫last time stamp 初始化成为0 紧接着我在onmousemoo这个函数中 也就是鼠标按下的时候 第一次记录last location的同时 也第一次将last time step进行复制 那么这个复制的方法呢 是使用date这个对象中的get time这个方法 返回的是当前的这个时间戳 再之后我就可以在onmousemoo这个函数中 来获得当前的一个cure time stamp 也是使用的是date这个对象的get time这个方法 那么这样一来 大家应该就可以了解 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他们所绘制 所使用的时间呢 就是cure time step减去last time step 这样的一个时间间距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 每一次在onmousemoo的时候 要更新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 让last time step的时间等于cure time step的时间 这样在下一次运行onmousemoo的时候 就会计算一个新的cure time step 那么这样我们就已经获得了计算这个运笔速度 所需要的路程和时间两个因素 下面呢我们就要用这两个因素来计算出一个新的线条的粗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要创建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叫calculate line width 传入的就是这一段线条 所绘制用的时间和距离 这样两个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变量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之后 我们在具体绘制的时候 传入的context.line width 就是我们新计算出来的这样一个line width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calculate line width 这个函数具体是怎样实现的 那么首先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最关心的是运笔的速度 也就是v 那么在这一头v的计算 相信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简单 就是s除以t这样一个值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看如何使用v来决定这个笔画的粗细呢 我们先声明出来一个变量 我管这个变量呢 叫做result line width 也就是我们最终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考虑最简单的情况 同时呢也是一个最极端的情况 当v足够小的时候 比如我们让它小于一个值 在这一头呢 我给它设置成0.1 那么当它小于这个值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result line width呢 就给它设置成一个最大的值 我们把这个值呢就设置成是30 那么同理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v足够的大 也就是我们的运笔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此时呢 我们把这个最快的速度设置成10 那么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result line width呢 等于我们一个最小的线条宽度为1 那么上面这两种情况呢 就处理了v非常大和v非常小 这样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的运笔速度再慢 我们线条的宽度都不要大过30了 运笔速度再快 我们线条的宽度呢 也都不要小于1了 那么剩下就要处理的是 当我们的运笔速度 在我们设置的这个0.1和10之间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那么其实聪明的同学就可以想到 我们既然有这样两个速度的极值 也有这样两个线条宽度的极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差值的方式 对于任意v来计算出一个相应的线条宽度值 在这里呢 我的计算方法是这个result line width 等于从最大的这个30的宽度值开始往下减 减去多少呢 减去当前的这个速度v和最小的速度 也就是0.1之间的差距 那么看这个差距占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的比 也就是看它在10和0.1之间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那么用这个比例再去乘以最大的线条宽度和最小的线条宽度之间的比例 那么这样一来就是使用差值的方式获得了在中间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线条的宽度应该是多少 最后我们这个函数只要retend回去 我们计算出来的result line width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我们在这个米兹格中可以首先比较缓慢的来移动这个线条 可以看出来线条的宽度依然是30个像素 当我们加快速度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线条的宽度发生了改变 并且明显越快的时候呢 这个线条是越细的 那么我们再仔细玩一玩呢 就会发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绘制出来的这个线条啊 非常的不平滑 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鼠标进行具体的绘制的时候 速度的变化可能会非常大 导致出现这种线条时宽时窄的情况发生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那么对于平滑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我们制作游戏或者动画的时候 会经常的遇到 那么处理方法呢 通常也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要使用之前的信息来进行一个过渡 简单的说 之所以出现平滑的问题是因为 在上一时刻我们很有可能计算出线条的宽度还是30 那么下一时刻呢就是1 此时如果我们就是按照30和1这样的线条宽度进行绘制就会看起来很不平滑 但是如果我们计算出当前的线条宽度是1的话 能够参考上一次线条的宽度30这个值之后让此时的线条宽度是比如说30和1的平均值 那么这样一来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就会平滑很多 那么通过这个分析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出来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平滑的问题就需要记录上一次线条的宽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记录了两个之前的信息了 一个是location 一个是timestep 下面我们来加入第三个信息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加入一个新的变量 我管它叫做last line width 初始化为-1 那么对于last line width这个变量来说 我们在itsmost down中对它不用进行计算 但是呢在calculate line width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它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 如果当前的last line width就是-1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计算的线条宽度 此时毋庸置疑 我们这个函数就会直接把我们算出来的这个result line width返回去就好了 但是当我们的last line width已经不是-1了 那么说明我们已经存在了上一个线条宽度了 那么此时我们return出去的结果就应该考虑到last line width的影响 那么在这里呢 我使用的方法是返回last line width这个值的三分之二 再加上我们新计算出来的result line width这个值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之前的线条宽度占66.6%的比重 而我们新计算出来的线条宽度呢 占33.3%这样的一个比重 这样一来呢会比让它们平均分配呢更加平滑一些 那么通过这个分析大家也应该能够想到这个比例的分配 对最终的结果呢就会有影响 我们为上一次线条分配的这个比例越高 那么就会越平滑 但与此同时呢出息的变化也就越不明显 那么反之我们对新计算出来的这个线条宽度分配的比例越高 那么变化就越明显 同时呢也就会越不平滑 那么极端情况就是我为last line width分配的是百分百的比例 那么此时每一次绘制都和初始的线条宽度是一致的 也就是线条宽度没有变化 那么另一个极端呢就是我为result line width分配成百分之百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实现的那种效果 结果会非常的不平滑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试一试这个参数不同的分配 当然了最后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almost move中对last line width这个变量呢进行一下维护 每一次我们都要把刚刚计算出来的新的line width付给last line width 这样在下一次运行almost move的时候就会计算出新的line width 此时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我们还是来写一个牛字来看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运笔速度相对都比较慢 那么我稍微控制一下运笔速度的稍有不同 大家是不是就能看出来笔画的粗细就会产生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呢会让整个这个字看起来呢更像一个毛笔字 那么我现在在电脑上呢用这个鼠标来绘制呢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效果不明显 我们后续呢会想办法把这个程序放在移动端 那么用手指来绘制呢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明显 当然了很多同学还会觉得这个笔画呢还是不够平滑 那么解决方法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改变 我们在程序中的那些参数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将这个笔画调整的更好 不知道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学会 如果你学会了并且做出来的话 那么你就非常的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我在编写这个calculate lie v4这个函数的时候 其中用到了非常多的参数都是采用硬编秒的方式 那么采用硬编秒的方式呢 对我们调试来说会产生很大的不便 比如说我们想试试我们最初的这个笔画宽度是20会怎么样 我们就需要改1 2 3 3个地方 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很有可能改错 或者说是少改一个地方多改一个地方产生奇怪的效果 为此呢我建议大家将这些硬编码的数字呢 全部都变成变量的形式 我在实际调试的时候呢 使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将这个函数中所用到的四个主要的变量分别是最大的线条宽度 最小的线条宽度 最大的笔画速度和最小的笔画速度都声明在了外面 之后在这个函数里呢 来具体的调用就好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百分比也做成变量的形式 不过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百分比只出现在最后一行修改起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仍然保留了这种硬编码的方式 那么经过这种改变以后 相信大家来实验不同的参数值对这个程序的影响就更加容易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当然了我们的平滑方式包括决定笔画粗细的方式的算法 可以更加复杂 以得到更加逼真的方式 因为在这里我们只是使用线性差值的方式来计算笔画的粗细 所以这个效果呢仍然不够满意 但是更复杂的方法对数学的要求就太高了 也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那么大家不妨先自己尝试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发挥你们的创造力 相信能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写出一个字 大家加油